第一个我先画过来 比如说100 当然你不一定100 你就是150 或者是你其他2比1的长度 对不对 然后在最后close掉 close掉之后的话 那第一个发生两个问题 跟我们要的结果不一样 第一个你要先旋转 第二个要做比例调整 所以呢旋转的话就旋转对 按旋转 然后把这个三角形旋去按空白键 基准点的话 我们基本上以这一点 这一点为基准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一点 它就是可以控制 有点像是那个 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轴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这样摆摆动 所以基准点设在这里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重点在这里 R参考 所以Rinter 然后呢参考角度就是 1 这边需要动作 1 2 看到曲线 3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旋转 最容易出问题就是这样 1 2 3 它就听你的话了 这个 还是要多做几遍 其实反复多做 因为遇到这种题目太多了 就是这种图形会需要做摆动的部分太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尽量去练习看看 再来第二个比例 比例部分的话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比例 比例的做法一样 选取它 按空白键 其实就是告诉Kate 你帮我 我已经选好了 那基准点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基准点是放大缩小 所以放大缩小 我通常会选左下角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通常是左下角 OK 然后呢 R Enter R Enter 告诉他说 我的旧长度在哪里 他这边有讲说 指定参考长度 意思就是说 你原来的 原来的 你要改变的那个线段的旧长度在哪里 那旧长度就是这个 这一点端点到这一点端点 那新的长度多少 你就给80就好 Enter 这个部分的话底部就会是80 我们画出来 那这个是第一种画法 第二种画法 我教各位 我第二种画法需要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没有在这个 没有在这个上面 那个指令叫做对齐 就是对齐指令也蛮好用的 只是说因为这个对齐 他功能他没有把它拉出来 所以我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要自己下指令 这是第二种 第二种画法 首先的话底部80 这个很简单对 OK 按空白件 可是上面的部分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 他这边是比如说100 然后这边是50 对不对 那我今天需求是怎么样 我今天希望是可以把 这一个东西 帮我直接放过来 然后呢 他们这一点 直接就放在这一点 这一点 直接就放在这一点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自动帮我调整他的比例 因为我不知道说原来我给150 可是实际上放过去的话 是多少问号不知道 那CAD其实他就帮你计算了 其实CAD就是辅助设计 他帮我去运算 运算好之后就放过来都OK 那这个部分呢 有2D的有3D的 就是2D对齐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需要记一个指令 叫AL 所以请各位记一下 AL align 就是对齐的英文 他你就打一个AL就可以 实际上就是这个指令 全名就是这一个 align 所以这个指令的话 他这边也会跳出说明 AL就是 就我刚刚讲的123 反正你就 1来源点2 目标点34 就完成 然后你这个地方按给enter alenter enter之后他就问你说 请你选取你要对齐的物件 就上面这个 选起来对不对 按空白键 告诉他我选好了 然后呢 第一个来源点就是这个 目标点在哪里 就是在这里 12嘛 然后这个到这里 然后呢 他会第三个 为什么会有第三个呢 因为AL的指令 本来用在2D跟3D都可以 如果你是2D的话 第三个就不要理他 就按空白键跳开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有 你是3D的话 你就还有第三点 也可以 对帮你对齐 所以第三点来源点 按空白键跳开就好了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说 他问你说 是要根据那个 是不是根据对齐点调整物件的比例 当然要不要 一定要啊 如果不要的话 放过去 他就会还是一样的 是错误的 所以请你帮我调整 也就是这个L的 这个L指令多一个比例 自动帮我比例 所以按一个Enter YEnter 有没有发现 就放过来 就结束了 所以也不需要旋转 也不需要比例 直接L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指令的话呢 也非常的好用 只是说这个指令的缺点是 他没有在这个上面 那你必须要多打一个L L 那其实打这个L 跟按这个指令是一样的啦 所以其实上面这些指令 各位可以记一下 比如说 其实你们游标移上来 比如说你旋转 他的指令是什么 就是这个啦 有没有 他会秀出来 宣传的指令呢 实际上就是下面这个英文 也就是你以前呢 以前 交OK的时候 都是叫你们要打指令 就打这个指令 那之后OK 你刚开始要打全称 不过慢慢越来越少 可能你打一个RO就可以了 ROEnter 就是旋转指令 不过呢 现在慢慢更进步 我是建议就是 你干脆就点这边就好 如果有按下去 就跟打指令是一样的 那只是一个是用滑鼠 一个是用键盘 那当然的话 这个部分 这一题多一个 就是要记一个L 所以这部分 我想各位 把第二种方式 也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